補貼僱主出糧的補就業計劃 第一期有16萬多個僱主申請 佔合資格僱主6成7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智光說 有三分一僱主都沒有申請 反應比預期低少少 我一直看都是七成 最多到八成的僱主會申請 我猜可能是 似乎那個認知的程度都是偏低 當然有部分我了解 因為那個所謂聲譽的風險 擔心別人不知道怎樣想公司 有些人可能就想著 我的舖子可能6月底就到期了 可能都不續期了 差不多他肯定會執行一點 所以他就覺得很大風險 第二期補就業預計8月申請 羅智光說會放寬資格 盡量幫65歲或以上有強積金戶口的僱員 有些個案雖然那個戶口仍然開 但是兩個資料都沒有 一就是沒有一個資源式的供款 二就是也沒有提供 在紀錄上沒有提供到 它那個有關的收入 所以補辦可以計算到 它那個所謂薪酬的資助額 看看那個數目情況如何 第二期如果這些僱主新增的時候 它會幫到它 疫情未過 羅智光說全球經濟接近蕭條 相信本港4至6月平均失業率會超過6% 經濟復甦能力都沒有那麼強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